我们都是最平凡的人 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周围有什么样的亲戚 都是命中注定的 特别是亲戚 他们和家人中就是不一样 虽然有点血缘关系 但还是多多少少有点距离感的 除了家人 亲戚也是我们很亲近的人 但真正和亲戚之间 做到将心比心的却很少 经常会让你有一种 远亲不如近邻的感觉 在中国 一般都非常重视亲戚关系 尤其是过年过节的 走亲戚窜门 是礼节更是沟通感情的一种途径 平时大家都很忙 没有时间见面 过年了一起说说话 喝喝酒 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是有的亲戚 就算关系再近 也没有交往的必要 当然并不是说亲戚都是坏的 有很多亲戚的做法 确实体现了血浓于水 但是有些亲戚 可能比朋友还不如 如果你有以下五种亲戚 还是建议你不要再来往了 真没什么意思 第一种 喜欢讽刺 挖苦别人的亲戚 有一些亲戚 特别看不上别人比他好 总是各种打压 见到你就是讽刺挖苦 哪里不好 专说哪里 尤其是长辈 让你还不能开口 只能默默地走开 第二种 喜欢搬弄是非的亲戚 就是爱没事找事 这种亲戚 特别爱八卦 总是添油家畜 在背后说你坏话 影响你和其他人的关系 第三种 经常借钱不还的亲戚 明明你借了钱 反倒是你的不是 这样的亲戚还是少来往 这种亲戚典型的占小便宜 借钱的时候就和你套近乎 你一为他要钱 他就耍赖 还反咬你一口 说你小气 第四种 自己有钱了 就看不起别人的亲戚 你落魄了 离你远远的 这种当个表面朋友就行了 没必要三交 有的亲戚就是墙头草 觉得物质可以代表一切 你发达了 主动靠过来 很多人 他们会根据你家里 钱的多多少少 来跟你划分距离 假如你混得不好 他立马会对你爱搭不理 语气也变得很刻薄 便脸简子比翻书还快 你若是混得好 他会对你取一逢迎 安前马后 第五种 会耍心眼的亲戚 和这样的亲戚在一起 早晚会被他卖了 这种亲戚实在太可怕了 表面对你笑容满面 背后就捅你刀子